我正是癌症病人 怎么办 17年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 那个是第四期 我自己的组织医生跟我说 打疫苗对我好的 虽然我是癌症病人 我听了医生这样讲说 这个是对我有保护的 有保护这个词很重要 可以打疫苗的时候 我就决定上网去注册 一些朋友甚至在那个 WhatsApp里面有提到说 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副作用 可是我只是这个地方有一点 有一点不舒服这样子 打疫苗之前跟之后的差别 是比较安心 但是当然也要有安全距离 照做 口罩 要好的口罩 这些照做 但是出门就比较有勇气一点 实际上我国外有一个朋友 他一个很心爱的弟弟 年纪很轻 刚刚过了二十几岁 他们没有机会打疫苗 然后就得了这个COVID 很快就离开了 我觉得我们这里既然有打疫苗的机会 为什么不打呢 各位还没有打疫苗的朋友 可以打疫苗的机会 在你的手里做一个好决定 出门 可爱 4 6 6 7 7 7 8